那么我们要想帮助一些众生 从哪里帮助起 从教育 古人懂的 现在人不懂 古人重视教育 教育里的最重要的 就是教你有一个健全的思想 有一个获利的思想 不求念 念念都是善念 贪嗔吃慢了 这是违反的 这是错误的 错误 就会把自然生态破坏 如果是正确的 自然生态就正常了 有大道理在 这些道理都在大乘经典之中 佛讲的太多了 太详细了 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 学佛的人是个三宝 世间人很轻易地 迷信两个字 就陌杀了 就把他遗弃 不晓得再去研究 不知道这个东西 真正能解决 现代的危机 真正能够解决 一切众生的灾难 念佛有什么好处 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 不齐悟念的 念念都是善念 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 这个波好啊 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 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 但是非常接近 这是我们佛家讲的保佑加持 你要懂得它是思想波的频率相应 确确确实实能帮得上吗 这不是迷信 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 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确定不能欠债 确定不能借运 欠债是吧 占别人的便宜 那就是欠债 欠债要缓债的呀 借运呢 有报复的 第一类呀 报门的 第二类呀 报怨的 第三类讨债的 第四类还债的 这一家一家人 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 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 不会成为一家人 一个人 在你一生当中 你所交往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 也是这四种人 原生 原后变成一家人 原前一点波的人 变成亲戚朋友 再前再波 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 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 遇到这个人 他给我们笑笑 点点头打个招呼 这缘很浅的 有缘 没有缘 他不会给你打招呼 甚至于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 根本不认识 他看你很不顺眼 瞪你一眼 也是缘 但这个缘很浅 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 只会遇到一次 常常侮辱你 毁谤你 欺负你 甚至于伤害你 抱怨的 来骗你的财物 偷你的财物 盗你的财物 都是来讨债的 他来帮助你赚钱 帮助你生活过的富裕 还债的 那个抱怨的 怨要花钱 最重要的 总原则 那就是 忍让 你不是没有能力 报复 有这个能力 有能力不报 这就是你的代谢 这就是你的主 内心里面没有怨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 了了 欢喜 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 过去我欺负你 这次你也欺负我 再一来一去拉平了 好欢喜了 账结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 慎行教会 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 肯定是什么 我怀着这个惩恨 我没有能力 我将来报复你 我有能力 我现在就反抗 肯定是这样的吧 那这一来的时候 恋怨相报 没完没了 不是这一生 这一世过去 莱森更严重了 一世彼是严重 彼此双方都痛苦 人不懂得吃亏 古人讲吃亏也是福 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 吃亏为什么是福呢 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 障碍别人 阻挠别人 阻挠别人 有意无意 伤害别人 损人立即的事情 决定不能干了 你立即 你这一生寿命很短了 你得多大利益 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罪报 在山土 在地狱 那种苦受 不知道要加上 百倍千倍万倍 何必做这种啥事情呢 时间空间 那完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时间空间是从 妄想分别执着的地的身体 这个诸位 要细心去体会 很难体会 为什么呢 它不是我们的常识 我们的常识达不到 科学不能解释 这学也不能解释 佛法讲的 一时尊心 无中生处 一时尊心 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 知道宇宙 由来是意识的意义 国际天文学界 正是这个看法 宇宙是在一瞬间诞生的 史蒂芬·霍金 已经65岁了 他被誉为 当今国际上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和宇宙学家 有发生的意义 有发生的意义 15 billion years ago there was a cosmic explosion of energy called the Big Bang the energy produced all the matter in the universe from stars and galaxies to our own planet and even ourselves yet one question still needs an answer how did the Big Bang begin 你看看佛在3000年前沒有這些科學的工具人家怎麼能講得這麼清楚 也跟你講的是空間跟時間不是真的現在科學家才我相信他們是從數學理念推論出來的 但是究竟怎麼樣能夠觀察沒有法子還沒有方法 現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愛因斯坦有過相當著名的論斷 時間和空間並不存在他們只是人們的一種錯覺而已 而且過去現在和未來實際上是同時存在的 這些結論與佛經所說的意思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時間和空間都是假象是假的 遺憶憾的是因為科技能力有限這些結論還無法用現代的設備和實驗證明給大家看 可是佛法裡就早就有了 佛法用什麼方法?用產電 所以我這個講經的時候我講的是比較清楚一點 用佛給我們講的我們的這個障礙是三大類 一大類是妄想 一類是分別 一類是支柱 這三大類呢 全部都放下了 這個人就叫做佛 那岂不是說人就是佛嗎? 是佛 沒錯 所以大家不曉得 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佛啊 這個很糟糕啊 人就是佛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佛在哪裡 按照您說 佛就是你自己 人家問我 問我佛在哪裡 我就指著他 佛就是你自己 那說是 你看 你放下妄想分別執著 你就是佛 妄想不能放下 放下了分別執著 你就是菩薩 這個分別也放不下 只能放下執著 那你就是阿羅漢 你三個都放不下 你是六道凡夫 佛 菩薩 阿羅漢 是佛法裡面的三個學位 就像大學一樣 佛思 說思 學思 那我翻譯一下能不能說是一個人的三種境界呢 十三個境界 三個 其實他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 對 是一個人 你說我念書 你到大學 你把這個學思學位念完了 拿到學思學位 是你呀 你再往上去念 佛思學位拿 還是你呀 你這並沒有換人 還是你呀 不上學就是凡夫了 對呀 學位拿不到就是凡夫 所以佛經上從理論上講 凡夫跟佛是一念之差 那這個說來說去 這麼多的大藏經 講的是一回事 不說就這麼說 就是把一個人凡夫 然後變成了一個高級的人 對 你本來就是高級的人 你現在有了這三種東西的事 你就是個糊塗人 是 確實如此 你糊塗啊 你沒有清醒過來呀 佛教的這些經典 這些遺軌啊 這些儀式 全部是為了恢復這個 對 不錯 不錯 本性的過程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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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神秘 不錯 實際上在講 佛教裡頭沒有什麼遺軌啊 遺軌是後來 祖師大德門 方便的設施 教學方便的設施 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 你看釋迦坡 你看釋迦坡 沒有這些東西 佛只天天上課 只教你 在一塊研究討論 一問題提出來他答覆你 所以修行在過人 按您的這個說法 就是一切眾生的那個本性是異的 對 是異 這個佛在楞严經上有個比喻 比喻得非常好 本性像大海 我們眾生像水泡 那個大海的水泡有無量無邊 無數的水泡 有分別的時候 過過不同 沒有分別的時候 完全沒有 水泡就是大海 大海就是水泡 就是現的像是不是 對對對 不錯 不錯 像上雖然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以前在性上完全感動 所以它會耐人無數 知道你何時 你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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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該怎麼跟這個自然萬物相處 這個關係 那麼您能不能總結一下 應該是一種什麼關係呢 核心 宇宙之間只有一個核心 你如果不隨身自然 你想改造自然 你要想人力便能夠勝過自然 那個麻煩大了 核心要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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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對立即產生 災難都是違背了自然 所以人的意念 在佛法大乘經常常講 一切法從心相聲 就是從意念 人的意念這個力量不可思議 這是現在科學會發現 意念就是我們現在思想波 確實它是個波動 就像光波電磁波一樣 但是光波電磁波那個力度太小 你說光波現在一秒鐘 它這個能夠達到30萬公里 可是我們這個思想波 一個念頭起就是整個宇宙都達到了 這個現在沒人發現 人思想的這個波動的力量 能超過核爆炸的力量嗎 這個是兩種性質 核爆炸是物理的現象 這是心理的現象 這個力量有差別 可是這個我們現在定功不夠 就是放下的沒有放乾淨 真正放乾淨的 我相信那個念力就像特異功能一樣 可以制止核子的不保障 我相信有這個問題 您說的是一個人的力量嗎 還是說很大 一個人的力量 只是你能夠真的把妄想放下 妄想分別制止放下 確實你就有這個能力 你的本能都恢復了 我們現在這個能力全喪失了 就是阿羅漢能夠恢復三分之一 菩薩恢復了三分之二 到佛陀才圓滿地恢復 那麼您剛才談到了 人和自然的關係 人和人的關係 現在就是人和宗教 和自己的傳統歷史的關係 您覺得原則是什麼呢 紀念祖先 我們在外國 外國人看得奇怪呀 幾千年的祖先 你都沒有見過面臨紀念 他幹什麼 他不懂 那中國人是永遠不忘記 這個陳川 這是大德的 這個人的 像感恩的 這個意念深厚 人有感恩的意念 首先我們今天講化解衝突 促進社會安定和平 就產生巨大的力量 他不會做壞事 他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我要做壞事 我對不起諸宗 我對不起諷 還講 我對不起老死 這個力量 不是法律力量能夠取代的 如果這個力量沒有了 那為非做在 是什麼握他都能做得出來 很多人聽到您講受到了極大的啟發 這個道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 德呢就是人們按照這個規律去做 這叫道德 對 不錯 您按照這個規律去做的時候 決定有好處 就是見人就鞠躬非常有禮貌 但是呢他不按照規律辦事 還是叫沒道德 對 那不是 那不可以 社會也是這樣的 對 不按照這個規律去做 也是一個非道德社會 不錯 就是國家政治也是如此 在從前 這個國家的施政跟天使 決定是相應的 這個天使所謂是最明顯的 春生 夏長 秋收 東藏 你看過去的時候死刑犯 什麼時候出局 秋天 秋絕 是啊 他決定不會再春天 春天是生氣勃勃 最忌諱的是啥 跟天道不相互 對 他完全跟天道相應 所以他能夠享受到天好 假如現在在您面前 有四位代表要向您提問題 第一個就是學校的校長 按照您所倡導的那種方針 提倡那種傳統的道德的教育 在現在的學校 不把科學放在第一位 那麼該怎麼進行下去呢 現在辦學校非常困難 多少老師見我的時候 學生不好教 家長來告訴我 兒子不聽話 教育是要從小開始 你現在 你現在的時候 這個他已經長大了 來不及了 他教學的七星過去了 現在要怎麼教法呢 現在要從老人中年人一起教 就有效 你說我們提倡這個弟子規 這是儒家教育的根 德行的根本 這個校體中心 怎麼落實啊 弟子規 樂師 樂師 你是教小孩的 小孩讀了 會背了 爺爺爺爺爺爺懂了 他不會去做 為什麼呢 看到你們大人都不做 你們來騙我 他會懷疑 所以從前 那個教育為什麼呢 教育成功 從前是代代成團 祖先一直降下來 通通做到 你父母做到 你祖父母做到 你看到大人都做到了 你不能不相信 你會覺得這是對 父母們首先要做的事情 對 是 所以這第一個老師的時候 是父母 這太教 在中國歷史上 最著名的 周家的三太 聖人的母親 這個周爹 這個太王的夫人 太將 王紀的夫人 是 太人 就是周文王的母親 周文王自己的妻子 叫太四 孫周文王 孫周公 這個三個婦女 是聖人 把小孩養成 都成了聖人 所以中國人 對於自己妻 這個妻子 成太太 就是從這來的 太太是 我的太太 我家的聖人 教育的時候 就要想到這個問題 對 這個稱呼還得了 就是說 你要學周家的三太 你要把你自己的兒女 要培養成聖人 學校的校長 家裡的父母 還有社會上的官員 最後就是宗教界的人士 都來向您提出 這個教育的問題 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答案呢 我的回答是 從本身做起 我本身沒有做好 我沒有資格教人 你教人說 人不聽 來問教育的人 自己要先做好 不錯不錯不錯 所以從前 父母他就做到了 他的小孩 沒有話說 他當然能教 所以他就說 父母是聖人 小兒女怎麼不是聖人 上行下校嘛 你在這個領導一個國家 你國家領導人是聖人 天下太平了 人民各國有福啊 教育要是不成功 往往就是推行者 自己有問題 全盤失敗 對 全盤失敗 我們今天 遭這個大難的時候 什麼原因 就是教育出了問題 你今天全世界 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沒有別的 教育搞好 全世界問題都解決了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假如有人說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這都是封建社會的東西 不是 好 封建社會 我們社會重新開始 以前全部不要 那就是這樣的 因為你把它畫作封建 它那個時代就是封建時代 你這個時代就是民主 民主不如封建 說我願意 我贊成封建 我不贊成民主 為什麼呢 封建負責任 他希望他的 他這個政權 一代一代傳下去 他不敢不做好 他要不做好 他的政權 別人就去而代之 今天民主投票選舉 選上總統四年 四年之後 就不想他再做 他可以不負責任 我四年之後 我花了多少錢 這些政權用的 我在四年一定要是 十倍 二十倍 倍倍 我要撈回來 老百姓死活 你就想想的是 到底是哪個好 不管是社會主義 還是資本主義 任何一個國度 哪怕它是奴隸社會 也需要這個總的法則 問題就是說要好人 所以孔子家的人存正確 人亡真心 就是人是個好人 所以我不重視政治制度 人家給我談這個時候 我就告訴他這個沒關係 君主也好 民主也好 封建也好 封建也好 現在什麼制度都好 人是神 真正愛人 對人真誠 真正是犧牲封獻 為老百姓做事情 沒有一個不好 如果說是自私自利 不顧人民死活 只顧自己的權利地位 富貴的話 那什麼制度都不好 所以不是制度問題 是人的良心問題 中國的教育沒有別的 就是把你這個本性本善 能夠教導你 你能夠永遠守住而不死掉 這是中國教育的目的 所以外國我不承認它有教育 在您面前這四位代表您說了 他們自己要做好這個教育才能做好 他們會問您呢 他們按照什麼才能做好呢 然而地自規去做 地自規 對 就是要從基礎做起 你不從基地自規就是倫理道德的落實 一百一十三條 你能夠做到 我肯定你受過教育 你自己做不到的時候 你做父母自己做不到 你的兒女許許不好 你決定教不好 你老師沒有做到的時候 你學生決定教不好 父母跟老師要背後 我上學大概就六七歲的時候 上司書吧 我父親帶著我 帶著禮物送給老師 那個學堂 堂屋供的是 大臣至勝仙思 孔子神威 我父親在前面 我在後面 給孔父子的牌位 寫了三跪九叩處的禮 拜孔子 拜完之後請老師上座 我父親在前面 對老師行三跪九叩處的禮 在風上禮物 老師學一學 我們看到 父親對老師三跪九叩處 老師話能不聽嗎 不敢不聽嗎 這什麼 這叫尊思中道 所以他們是表演的 以後我就想到 表演給我們看的 所以我們這一生 對老師都在見 我這一生所得的一點利益 可以說就是那一次表演得來的 永遠不會忘記 像現在家長對老師 現在學校是叫學店店鋪 商業化 從前是道義 你說一個做老師的人 家長對你這麼恭敬 你要不把小孩交好 你怎麼能對得起人家 這真對不起人啊 家裡的父母 學校的老師 社會上的官員 宗教界的人士 他們是最關鍵的人 都做好了就風調雨順了 對不錯 所以中國從前是三個根 大概都解釋我 第一個根是儒家的根 根之根的弟子貴 第二個是道家的根 太上感應片 第三個是佛家的根 是善業道 幾乎沒有人不學的 不是信仰宗教他也學 為什麼 這是倫理道德的向上提升 這三個根砸下去之後 無論學什麼 世間法 初世間法 學佛 學道 學儒 決定有成就 您能不能大概 給大家簡要地介紹一下 弟子貴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弟子 在家裡就是兒女 對老師就是學生 換句話說 在家裡做兒女 在學校做學生 必須要遵守的規矩 這就叫弟子貴 居家 學習 工作 處事 待人 借屋 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這些規則 與大自然這個規律 統統相應 所以你這真正能行 你會無限的快樂 落在其中 你不會感覺那是苦訴 那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現在社會上各個身份 各個年齡的人 都必須以這個為根本嗎 在從前 這是做人的根本 在從前 每一個人從小都接受到我 你說我小時候 我母親不認識字 沒念過書 她都懂啊 她都會教啊 這是什麼呢 這是聽老人叫她的 所以代代相傳 不管你認識字不認識字 這些規則都懂 這些常識都懂 那麼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現在問題斷了三代了 至少斷了八十年了 我小時候沾一點邊呢 就是到七歲 七歲以後 整理就斷掉了 七歲以後 司書沒有了 改成短期小學 這你們都不知道的 兩年制的 短期小學 扣本呢 就編的新扣本 什麼小狗叫 小毛跳的事 就這個東西了 從前這些都不念了 所以我們中國 這些災難的時候 有原因的 不是沒有原因 就是從不學弟子規開始 對呀 把中國傳統丟掉了 你依照傳統的時候 那個人情味非常濃啊 非常厚道啊 所以我給你講 三種教育是 小提 儒家講的道德了 成花廟講的英國 對一個人 特別是小孩 所以小孩受教 外國人都說 一定是在七歲之期 那我們中國人的時候 實際上 一出生就要開始 出生就要開始 這個時候印象最深 會影響一生 影響一輩子 那成花廟去多了 你就一生 你就不會起心動力了 就不值得 為什麼起惡力 為什麼社者物業 不善的行為 是不肯做 他有這麼大的力量 我看您提字的那個 地獄變相圖 那個畫色出來啊 不相信的人看看也害怕啊 是啊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會不會 不是假的 感谢观看